爱情它是个难题 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争执 让他们彼此更了解回方 爱情也从来没有道理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 它真的就来了 从冤家到爱人 就在新推荐 首先田磊是个孤婚主义者 我想田磊可能并没有 对自己的伴侣产生什么样的期许 对于薛尔通来讲 这个女人非常有意思 她是一个永远读完的书 好久不见啊 你这尊大佛 怎么愿意去尊我们这样的小妙 认识啊 不是很少 情媒竹马 田磊 你不要每次你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把你当成的编辑图 都在剪 放松 放松 你要学习享受生活 不要老是三点一线 欣赏一下 工作使我快乐 我的快乐你体会不到 我不是不懂得变通 我也是态度文静 认真负责好 你说话这么直 你不怕失去女朋友吗 上来就开始吐槽 针锋相对 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人是如何迸发出爱情的小火花的呢 在工作中田磊和许海峰就是正常的同事关系 保持戒心不可以侵犯到自己的领域 就有点像猫和老鼠的关系 你是故意的是吧 薛海峰啊 都是来上班的嘛 肯定是哪有车位就往哪儿停了 等会儿等会儿 混蛋 年约大了 别做那么大表情 容易长重了 其实我要比他高一级 他呢在13层 他在14层 两个人在公司的这个位置不一样 我是他的目标 我就想凭自己的能力 爬到最高位 合伙人 权益合伙人 刘海星看来是我们唯一的共同店 我跟陈述老师在 在做这个人物测写和分析的时候 就讲到过他小时候的伤痛 从小在这方面就缺失 在这个方面 他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去平衡 跟他母亲的关系 和他父亲的关系 他也不想受这个家庭 资料都是我们俩一块做的 你还防着我 有这么话你就直说吧 既然我们两个人 都在负责彭达的案子 为什么你去见行总的时候 没有告诉我 田磊在感情当中 最大的问题可能是 他给他自己的内心 设立了一道非常坚硬的绑线 因此有可能他也错失了 原本就应该产生的爱情 两个人呢 要在一起生活的话 一定要分清楚 生活和工作的界限 他在看田磊这么拼命地 都是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 应该更享受生活 应该接受别人的帮助 所以他们俩在这方面 有过很多的争执 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争执 让他们彼此更了解对方 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实在律师的评选 你为什么退选 最近工作太忙了 为什么要让着我 你想干什么 这不是会发脾气吗 两个人在交流相知当中 逐步产生了这种化学反应 也从中发现了彼此的才华 也感受到了对方的善意义 可能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 因此就发生了 我就是特别想去管你的事情 我现在终于成了 我自己最讨厌的女人的样子 在我的心里 让我已经习惯 已经在我身边了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 它真的就来临 我相信到了合适的时机 不关主义的天雷 可能会做一些改变 你不会在里面下毒了吧 放心 下毒也不会把你毒死 你说你选什么餐厅不好 选这个餐厅 这个海鲜还吃到 一页急诊来了 他喜欢的天雷 就是他生活的一样 它不应该改变 但是有时候 你会月急诊吗 也别理解 田大律师 能够亲自光连 我们家小律师事务所 一定是有什么 附加条件吧 我要注资 我要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在田蕾的爱情观里 他认为真正美好的爱情 是共同扶持 徐海峰的出现 可以让他感知到 很多美好的东西 哈哈哈哈 dashboard 我现在 kisses我的心动 Pero我说一定没有 仍然要dan 他的海峰态 话 不是 你 ruh的 最深迂legen 也很可能会